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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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部子彈列車快速的始向終點 在列車上的乘客們各個不懷好意 究竟誰會順利下車 誰又能夠完成任務呢? 嗨!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格雷電影 更希望能夠提供給大家 再多一點的觀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子彈列車 劇情講述布萊德比特 飾演一位拖線殺手 原本閒閒沒事的他 因為有人請假的關係 他接到了一起 拿取手提箱的簡單任務 當他親自上了火車之後 發現原來不是只有他想拿到手提箱 一場手提箱搶奪之戰 就是展開了 相信大家對布萊德比特不陌生 但近期很少看見他所主演的電影 比較多是客串在某部電影 像是近期的《失落迷城》 如果少了他 可能票榜就會少三分之一 也說不定 其實三年前他有主演一部電影 但大家應該不熟悉 片名叫《星際救援》 劇情大致像是 麥特戴蒙的《決定救援》 嘉一也有進戲院觀賞過 可是《星際救援》 就遠不如《決定救援》來的精慘 他少了那種陶醉在其中的元素 比較多是沉默且枯燥的環節 即便電影想要傳遞些什麼 可是確實影響了絕大多數觀眾觀影的感受 比較像是一個人的內心獨角戲 真的很難使觀眾進到劇情裡面 一同感受他的內心糾葛 接著我們將重心轉為劇情吧 整體電影劇情非常有趣 每個出場的角色都有其價值 甚至連動物都能成為劇情的推動 帶來趣味的發展 在彼此的介紹裡面也都設下了各種梗 等到《星際成熟》之後 再將其一一曝光 不只給觀眾帶來驚喜 也為電影分數加了不少分 畢竟現在有不少電影 很常會在前頭給了許多設定 但到了結尾 就好像忘了前面的內容 開始隨性的發揮 只求快速的結尾 這樣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反觀《子彈列車》 在這一塊上面確實做出了功夫 還在最後給了個大反轉 一切的一切 都是木偶黑手一手操弄的 再來就是要提到運鏡手法了 電影用了許多快慢動作的交錯 還有長鏡頭的設計 將《子彈列車》本身的車場 成為一個發揮項目 透過各種穿插畫面與打鬥場面 讓觀眾能夠理解到 這輛列車一定非常的長 不然怎麼能夠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還有那行雲流水的揮舞場面 都快讓人忘了 這是一部十五家的電影 再搭配上黑色幽默的暴力美學 不只將血型感大幅度的下降 甚至會在觀眾腦中留下極深的印象 當然會是好的那種囉 最後自然要提到大咖客串了 相信有不少朋友有注意到 這次除了布萊德·比特 還有三位的大明星客串 分別是萊恩·雷諾斯、 長寧塔圖還有三卓布達克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本編的導演同樣是死侍的導演 再來布萊德·比特曾經客串過 今年六月上映的《時若迷城》 這才促使三位大明星客串演出囉 總結而言 《子彈列車》是不必看之作 如果你是一個在乎劇情完整與否 並且在意畫面流暢度的觀眾 那《子彈列車》是你今年不能錯過的電影 不只實體輕鬆看 還能夠有極佳的觀音感受 你還在等什麼 趕快進戲院觀賞吧 我是嘉儀 我們下部影片見